我们国际部的课程设置大概分为三类 首先是我们中方必修的会考课程 每高的融合课程加上我们的AP选修课 那在整个的课程设置上可能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是我们会比较注重科技类课程的开设 也是贯穿了八一整个的科技特色这样一个传承 从这个职业选修的角度上 我们也是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丰富的这个实习的机会也好 然后这个课外活动也好 都是整个围绕科技类来展开的 我们有孩子们在小学生的小学生四个月 在小学生的小学生 这些设计是在小学生的小学生 所以孩子们可以参加两个小学生 每个小学生的小学生 然后可以考虑出什么他们喜欢做的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设计的设计 BIEIDTalk 这是一个设计的设计每个小学生 10到12个小学生 在公開講學習和學生的信心 我們有一個全面的教育教育教育 開始在學校十年 在學校十年十年 我們有一個全面的教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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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三次每天 我們的學生會聘請和交通教育教育 這是一種重要的項目 在學校的學生程度上 每個任何學老師都會負責 大概十到十二個學生 我們把它叫做Advisor Group 老師是Advisor 然後學生叫Advisee 我們每週三每週五的話 都會有相關的Advisor Activity 通過Advisor Activity 讓不同年級之間的學生 他們能夠互相溝通 然後一起做些事情 增進整個Advisor Group之間的 Teamwork 我們的學生是很小的 我們只有120學生 我們只有120學生 所以我們有一個真正的感覺 這是不一樣的 任何在整個市場 我看見 我們知道 我們很多次都會做F 세 我們會做白胖 然後我們會做了 很多次都會做對方的